习近平还会见了来议出席庆典活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说 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 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在推动实践多边主义 协调国际合作 妥善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 联合国应继续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投入 并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与合作 以更好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更好地解决各种复杂的国际问题 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表示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一向积极倡导 支持并践行多边主义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我们将继续全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愿和联合国共同努力 不断发掘合作潜力 拓宽合作领域 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潘基文高度评价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一直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积极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赢得了国际社会赞扬 联合国愿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不懈努力 习副主席的陪同人员分别参加了上述活动 请不吝点赞扬